六人因为涉嫌违反公共娱乐和酒类管制法令 以及触犯安全管理条例被控上法庭 警方的文告显示 今年2月和7月 三名KTV酒狼业者和三名员工 涉及无牌经营KTV场所 以及非法售卖酒精饮料 他们面对触犯公共娱乐法令 酒类管制法令和官邻民事措施管制令控状 在这同时 有23名年龄介于25到38岁的顾客 在冠病临时措施管制令下 被控没有正当理由离开住所 违反社交聚会禁令